根据一个报道,70岁资深歌仔戏女性莲明月,惊传病危 莲明月先前曾自曝硬车祸撞击,淤血罹患脑瘤 而且今年10月上节目透露如测水昏迷健康,每况愈下 如今又成出肝硬化,而且肝的旁边还长了一颗肿油 莲明月的肝已经无功能了,只要进室就会拉 只能靠打点滴补充营养 因此医生建议患肝 肝癌仍然是医学上未被攻破的一大难题 但是患上肝癌并不等于宣判死亡 临床上有不少肝癌患者得到治疗后还可以长期生存的病例 就比如在婉菌中饰演烟红的金素酶 和在大化西油中饰演唐生的罗佳英 从患有肝癌至今,都已经抗癌近20载了 所以肝癌患者是有被治愈的可能 只是目前医学上病还不能将他们根治 我们只能与癌共存的现状 但是大家是否知道,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患肝 大多数有末期肝脏衰竭的病患是适合接受肝脏移植 包括了先天性胆道必锁,先天性肝脏代谢,疾病 B型肝炎,C型肝炎或酒精性肝炎 引致失常肝硬化等等的人群是可以接受肝脏移植的 然而患有半血症,重度的心肺疾病,酒精成瘾等等的人群 则不适合肝脏移植手术 肝癌病患接受肝脏移植手术也是有情况的 这包括了癌细胞没有转移到肝脏以外的器官 肝脏相关的大血管没有癌细胞造成的侵犯 或者肿瘤如果为单颗,大小不得大于6.5公分 如果肿瘤是属于多颗的,最多不能超过3颗 此情况下,每颗大小也不能大于4.5公分 3颗肿瘤最大的止径总和不得大于8公分 在这些情况下,才可以得到肝脏移植 肝癌治疗方案包括了肝切除肝移植和肝癌消融治疗 肝移植是属于中末期肝病的治疗最佳手段 小编在这里建议肝癌患者在饮食上要适当的限制 肝癌患者一定要禁忌的食物包括了 烘鸡,西洋鸭,猪头肉,虾蟹,棒,羊肉,黄鳝,竹笋,辣椒,油炸,腌,酒等等的食品 此外,专家称患者脾胃不好,吃什么都应适可而止 绝对不可以暴饮暴食,也不可以偏食 要注意水果的补充 有一份资料说明了 晚期肝癌患者不用维生素C能够适当的延长寿命 此外,我们还要多注意营养的搭配 给予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低脂肪的食物能够增强患者体质 也是决定患者存活期的环节 那么小编句后还要提醒大家 日常咬喊我们的肝脏一定要做好这四点 肝脏健康补病变 一就是多吃绿色食物 青色鼠木乳肝具有酥肝强肝的功能 能够消除人体疲劳防范肝疾 青绿色的新鲜蔬菜和水果 是提供人体所需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的主要食物 所以我们想要养肝 平时一定要多吃青菜之类的绿色食物 并且适量的少盐低脂 注意善失比例的均衡 餐桌上常见的绿色食物就包括了 绿豆、菠菜、西兰花、黄瓜、丝瓜、芹菜 青辣椒、蜗菊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绿色食物 除了吃绿色食物以外 我们还要多补水 肝脏就像我们身体内的垃圾清孕栈 它除了负责将人体有用的营养物质运输到各个器官以外 它还帮助我们分解有毒物质排出体外 而帮助肝脏排毒的最佳助手就是万物资源水了 所以小编在这里建议 大家每天一定要饮用1.5至2升的水 此外我们也要保持着肝脏排毒的好习惯 肝脏是排毒解毒的重要场所 也是毒素最容易堆积的地方 长期毒素累积让肝脏无法完成自我修复 肝病便会悄悄地滋生 所以小编在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喝一些具有排肝毒的茶饮 可以帮助稀释和带走毒素 有助于减轻肝脏负担 最后我们可以多按摩这个穴位 那就是太充穴 太充穴是人体第一大药穴 顺着大脚趾和二脚趾的骨头 往脚挽脖趾的方位推 一直推到两个骨头连接到一起的地方 这就是太充穴 常常按压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养肝酥肝 在日常的生活中 如果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生气的时候一定要发泄出来 千万不要憋着 因为这很可能在体内形成预解之气 长久之下一定会损害肝脏 通过按摩太充穴也可以让我们气血长通身心舒畅 把人体预解之气最大献出的排出体外哦 想要远离肝癌 我们一定要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 均衡的饮食 多喝水和适当的锻炼 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的身体会适当的起到排毒的作用了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韩张哦 我们晚见